猫公缆车在3月复始之后 马总统今天首次在台北市长郝龙斌的陪同之下来搭乘 在经过过去出事的这个T16号塔柱的时候 马总统还起身来看个仔细 郝龙斌则是忙着解释说 塔柱之所以会迁移 不是安全问题 而是顾及民众的观感 那么在搭乘之后 马总统则是说 两次搭乘猫缆的感受很不同 这回感觉更安全更舒适 他还说很高兴 郝龙斌已经超越过他了 上缆车马总统东看西桥 监狱公司总经理还特别告诉了马总统 别担心闷热因为已经开了窗 但其实郝市长更急着向马总统解释 T16塔柱的问题 跟总统报告这就是T16之一的塔柱 那最主要移到这里是因为 原来他们在那他们看到 现在他看不到 这是因为安全 不是不是不是 民众感受 不是他的感受 他们说你放在那里 他们觉得这个边坡就会不稳 他们就不放心 所以只移了30公尺 骑身看看政大御花园和旗下山庄在哪里 也看着整片的山坡地水土保持成果 马总统越看越放心 这就是政大御花园 李总统报告你往后看一下 就是哪个地方 对对对对 就这个 这个就T16塔柱 那现在做了那个水土保持以后啊 那就可以讲现在从墙铁壁 马总统搭猫懒 党内市议员和参选人列队欢迎也跟着抢护光 曾经是马英九的阵机 好龙兵的痛 这会儿两个人一块搭猫懒 比着大拇指 这是不是代表两人没有心急了呢 我跟总统的关系一直很好啊 而且我们经常的不只是见面甚至电话联络 所以我们不会给人家见缝插针 三年前相比我感觉到更安全 更稳定 更舒适 市政建设一定是一棒比一棒强 我很高兴的 好市长能够超越我 除了有马总统背书 好龙兵也释放大力多 暑假期间台北国中小学生搭猫懒都有优惠 选在党内名叫好苏平分秋色之际 马英九搭猫懒以行动力挺好龙兵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